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什么好吃的呀 中脑汤 吃什么补什么嘛 你们找到范总监了吗 你不用担心了 那我们一定会找到她的 都怪我 真不怪你 是我没有处理好 好了 喝汤 好好喝呀 你喝了吧 真好喝呀 山夫人 你跟我来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自从你出现了 君昊受了伤 余医失踪了 你真的要把我们善家 弄得支离破碎 才肯罢休吗 善夫人 这个我 我告诉你 没有人可以取代余医的位置 就算他跟君昊 没有完成最后的仪式 他也是我们善家 唯一的儿戏 如果他找不到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如果你是真的爱善君昊 就离他越远 越好 你想吃点什么 我让林嫂给你做 怎么样了 找到芸汐了吗 还没有 警察已经通过监控在找了 但是需要时间 我也安排了很多人在找 行了 先去忙吧 嗯 芸汐什么东西也没有带 眼睛又看不见 又是个女孩子 要真出了什么事 该怎么办呢 妈 别太担心了 芸汐一定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 都怪那个叶千语 君昊 你就不要再跟他有纠缠了 好不好 妈 妈 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听不进去 可是你好好想想 芸汐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 即便她成不了你的妻子 她也像跟你的亲妹妹一样 如果她真有个三长两短 你这辈子能安心吗 妈 我明白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找到芸汐的 我想 你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 太初 对不起啊 感情里没有对错 只有愿不愿意 我不能跟你一起走了 我的大部分人生都在路上 从来没有因为某一个人 停下过自己的脚步 我也从来没有想要过自私的战友 直到遇见了你 谢谢你能送我回来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似乎总能读懂我 如果有如果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在另一个国家了吧 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 我能和你走遍时间每一个角落 现在 就只能是个幻想了 真的对不起 没关系 其实有件事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什么事啊 之前童昊之所以会被徐子谦找到 是因为我 你早就知道童昊是善俊昊 不是 我是在聚会上看到童昊 才开始怀疑的 就是你那次同学聚会 那次你不是正好有个重要的会要开吗 对 我提前结束了会议赶了回来 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 但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其实我早就想明白了 就算你不告诉徐子谦 童昊也早晚会回去的 你们也还是会再次相遇 我想 这却是命运吧 我想 这却是命运吧 走吧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就当做是我最后一次送你吧 好吗 好